大学同学 对 同伴同学吗 不是 他比我大一级 师兄啊 怎么了不是 还可以啊这男生 再说我看 你小片里说的心系 心系多好啊 照顾得好啊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是心情系的 可是直到后来 就发现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 您知道吗 我觉得他的心系 有点过了 有的时候就 特别玻璃心 然后动不动就哭 很多事都还跟我 斤斤计较 就比如说我们 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 跟闺蜜 还有闺蜜的男朋友 去吃饭嘛 吃完之后嘛 我就小声跟他说 我说你快去结账吧 他就在底下 跟我嘀咕 咱们已经比他们 多花两百三十多块钱了 咱们不能结这一账 咱们得让他们结 您说我闺蜜 咱们一块来的是不是 咱何必去跟他 叫这个证呢 咱们结了这个账 就行了吗 你跟我计较这些干什么 不是 我觉得这样的 我们在出发前 都说好了要A制 是不是 我也不是说 针对他闺蜜啊 就是他闺蜜男朋友 就是什么事 就往后拖着 我觉得咱们也不能 老去当这个冤大头 对不对 这能算冤大头吗 你要说要是个 普通朋友什么的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你明知道 我跟这闺蜜 关系特别好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而且在大学期间 我们俩也是一个学校的 生活费不分彼此的 我们俩 姑娘我问你一句 他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跟你记住 而平常他对钱的概念 就是小伙子 过得其实比较细 您知道吗 就是我们俩 就是平时的钱什么的 都是他管 他跟了女的一样 您见过男的 就特别爱管钱的吗 有有 有徒老人爱管钱吧 徒老人爱管钱吧 就他管啊 有人给你管钱 多好啊 管钱是一回事 但是你也不能 因为这点事 跟我斤斤计较吧 再说了 不是他跟你计较什么了 他跟我计较了 钱就在他那 他还计较 对呀 他让我去找闺蜜 要这个钱 我是不能理解 咱们两百多年 咱们何必去找闺蜜要呢 晚上我一直没找闺蜜要 他就成天跟我 嘚嘚这事 我能不着急吗 你不能让我 因为这两百多块钱 让我跟闺蜜撕脸 是不是 平常管的也挺严 是吧 钱上 是 你管钱是吧 你记账吗 我问你 也记 每笔账都记吗 对啊 就今天哪怕说 突然间 我就是想吃一袋瓜子 这个我也需要记 你也记啊 你家里面 谁有这个 记账的这个好习惯 我妈妈 妈妈有记账的习惯 所以你继承下来了 是吧 对关键是我觉得吧 就是 你看他这个人 就平时就是 比较大大咧咧的 对吧 那我就说 细致一些 在生活中 是吧 情侣之间 不就是应该 性格互补一些 才过得下去吗 你是细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主任 他真的生活过得 太细致了 化妆台上 除了我的 轻微的那种 比较少的那种 化妆品之外 其余全是他的护肤品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手磨啊 脚磨啊 眼磨脸磨 全都是 他洗个澡 不低于 一个角度 他都不出来 您说 您在里边干什么呢 你就洗澡而已 我最多洗一颗中 甚至二十分钟 我就出来了 你一难的 你洗一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我觉得这并不能 说明什么问题吧 是是是 那是我生活习惯 而且现在就是 就是有更多的男生 去愿意去 去保养自己 对对对 你保养也太过了吧 你这手磨脚磨 你这么多磨 你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看 关键在这儿 叫我都没有 你是先 他的手磨 蹦蹦蹦蹦 他的脚磨 然后你再来 那就行了 你缺衣服 你下次回去这么做 这么做就没事了吧 就你们俩一起 做手磨和脚磨 行吗 姑娘 你看 乐了吧 还有什么呀 还是旅游这件事 旅游其实中间 发生了很多事 当时就去一个景点 然后我们就说 要去买门票 当时我就让他 在这儿玩手机 然后我就进去排队了 这时候就来了 三四个人吧 大概就插在我前面了 您知道吗 那种感觉 我都炸了 最起码成年人了 你该有的素质 也是有的 对不对 插队我不愿意 我就说他 我说您不能掐队 咱这么多人 那您就掐上人 别人怎么看的 我说您排下队吧 不愿意 我排什么队 你这马上到你了 你缺我这一两个人吗 就这么说 搁谁谁愿意 我就说他嘛 然后就跟我骂咧咧的 还跟我说三话 你说他们几个男的 跟我一女的说三话 我就看了我男朋友一样 我男朋友就一直在我后面 就没出来过 从头到尾 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个事不该不该不该 可是我是这么想的 您看就说 出份在外就是本来就 你怎么想的呀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替女朋友出头 对不对 给我理论两句 站到我这边 让我有点安全感 对不对 您说主持人是您 您也不好意思看 女朋友这样吗 您看就 就把我勺带看了 一般我们家都是我排队 主持人每次这种事 都挡得重 对 我每次都这样 没事 我们家一般都我排队 我不让他排队 门票里的事 你确实不对 就是当他们 开口骂他的时候 你应该说 请不要说脏话 您就让他从小 加三请排队 OK了 就好了 你这个 他从小有一种这种思想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是家庭教育的原因 就是每次我一跟他说到这 他都有理由反驳我 那个我从小 我爸妈跟我说过了 我在外面就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这是什么思想啊 你这女朋友受气了 你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好家伙 这以后要有人拿刀 喇我 喝我命的时候 你也多一事不如少事 你好像你一流一抖了 剩下我一个人 我这能不着急担心呢吗 好 这事就先过啊 还有别的吗 有 多着呢 您知道吗 他有一个专门小宝宝 那上面得记着我 做了几次饭 做了几次家务 其余都是他做的 洗了几件衣服 他也记得特别 不是 你记这干嘛呀 是准备跟他秋后算账吗 说你这个礼拜 就做了一顿饭啊 剩下都是我做的 你得对我好 你干嘛呀 不是 您看他就一上谈 也发现了 他特别能说 他一生起气来 就跟跑火车一样 然后我也说不过他 然后你看我这个嘴又问 我说话还不利俗 对不对 我想的就是说 先记下来等